新駕駕駕駛是台湾管车厚民之后 第一座主行开发的駕駕駛 都是要组合三项全国第一 今天上午全国的道路正是开用 通车以后附近基民不让通行进化方便 也能改善附近的交通总控 在今天上午新駕駕駛駛的全国道路正是开用 开用通车之后对附近分区穿上和社区基民 都能进化方便 探红国的佩合也能实质改善 临近第区的交通纪念 不过已经有很多穿上来投资 有个可以带来380亿人2、3天 当时提供将近1万的就业机会 第一市长李蒙彦也表示 很感谢穿上对台南的投资 让港亚区的相关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已经招商进驻或者是已经签约的 已经有117间穿上 117家厂商 其中已经有将近30亿已经在建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美丽的漂亮的 包括办公大楼、厂房都陆续的在建设 另外先去港亚区也創下三个中国第一 除了是中国第一的采取 先做欧修 来批免土地的插座 也是第一个开发港店和酒商 是港部作业的 另外在传播方面 竟是中国第一个 污水林排放的港亚区 可以说是台南的减雾 基盘可以借由港亚区的设计 众经体三亚代表另外一个个风 基家陈宇 阿南区 彩虹报道